我们来一起重返16世纪初的马六甲 我们知道马六甲是在15世纪初建国的 已经过100年了 100年从一个小小的小渔村慢慢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帝国 然后到现在100年过去了 所以马六甲开始有一点点的衰落 有几个原因 我会跟你讲 当时候在同一个时间 当时候有一个国家叫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是在这边 土耳其这边 后来他慢慢的扩大 占了希腊 希腊半岛 以及东欧这一带 包括这边 俄罗斯南部这边 这个乌克兰这边 克里米亚这边 然后到这边 阿拉伯 然后中东 耶路撒冷 埃及 北非 这个沙拉国家很大 在当时候算很大了 所以导致从东边去到西边的路被他控制了 在早期有一个一条路叫做丝绸之路 听过吗 从中国一直去到中亚 然后去到或者他们去到这边 这边 然后进到欧洲 所以奥斯曼帝国他控制了整个欧亚的通道 需要进去的话就给过路费 而且当时欧洲跟奥斯曼帝国他们宗教是不一样的 奥斯曼帝国是信奉伊斯兰 而西方的欧洲这些王国他们都信奉基督教 而且他们双方算是有打过宗教战争 再加上威尼斯这边 他们算是跟奥斯曼帝国有一个勾结 他们控制这个地方就把一些商品抬高来卖 从中国或从东边进来的商品 比如那种丝绸 那些陶瓷器或者香料 最重要是香料 所以香料要进到欧洲 他们要经过这个通道 经过这个地方 红色地方全部翻费 比如本来10块钱的 这些1公斤10块钱 这边就变成了500块1公斤 50倍 这个是例子 他们就谋取暴力 导致欧洲这些王国很生气 他们也不能做什么 因为他们的路线被切断了 他们决定要找一个新航线 而当时葡萄牙是最西边的国家 最靠近海的 反正我最远了 我就找一个新航线 我就向西航行 说不定我能够去到这边 如果按照当时一个学说就是 又是圆的 ok 当时候我讲过 就是谁主宰马互家 就等于一手控制文艺师的烟喉 这个是东方志 Tom Priss讲的 所以当时候 威尼斯跟奥斯曼帝国的 他们两个人勾结起来 就把全部的商品 就抬高来卖 然后他们就赚到偷笑 赚到很开心 全部就可以发大财 所以很多欧洲国家他们开始找新航线 这个是刚才讲的 因为当时欧洲的军王他们很想吃香料 而且这么巧这个通道完全是被block掉了 我放黑色 全部被block掉 所以他们不得不找一个新的航线 这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航海家 进入一个航海时代 这个有讲过 这时候在有一个人叫做 Sacquilla Lopez de Secrera 这一段课文其实是我小学五年级课本来的 我在20多年前我小学读的课本 很好读的 可是你们现在的课本已经是把它简短到几个字了 当时我的课本还有详细讲解 这些葡萄人他们怎样来到东方 是你偷学校课本啊老师 什么 是你偷学校课本啊 不是我偷学校课本 是我上网找到的 因为有人他们把scan了 然后把20年前课本的他们scan了放上网 那我搞不好看到 有兴趣的话我可以check给你们看 你可以看看我以前读的五年课本 叫地方研究 以前没有历史 以前历史是 它是地方研究 地方研究包括历史 来回到这课 今天就是这个人叫做 谢奎拉 他是葡萄的一个军官 那时候呢 他航海 他带有一支葡萄的小船队 就绕过好望角 好望角在哪里呢 好望角在这个非洲南部 好望角 cap of hope 就是空满希望的一个角 为什么这个名字呢 因为当时候呢 这边很多暴风雨 很多暴风雨 很大雨 可是呢 当他们穿过一个角构呢 到这边呢 就开始风平浪静了 所以这个地方给他们一个希望 叫好望角 这个是他们秘密的好望角 好 穿过好望角构呢 再走到印度 到1509年就抵达马六甲 这边 好 当时的宰相 不是顿匹利 顿匹利已经过世了 是顿末泰西 顿末泰西 顿末泰西呢 他受到印语回教徒的硕士 他本身是印语回教徒 印语穆斯林啊 他呢就把这20个 全部船队的葡萄人 全部把他抓起来 把他抓起来 然后呢 这个西克里他就很吓到了嘛 他就马上逃回去印度 他的那些船队啊 船友完全被抓了 他就马上呢 就像葡萄的一个将军 当时一个简单叫做阿布贵 阿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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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 他叫阿布贵 阿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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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六甲呢 就把我们的人抓了 希望你们可以去救他们 好 我就讲你听了 过来很生气 哇有没有搞错 这马六甲 什么东西啊 就很 无端把我们抓下来 所以他就决定 去 带一支军队呢 去向马六甲 要人 如果不给换呢 就直接 轰炸 直接打过去了 好 所以这个时候 马六甲呢 他们已经分了两派 当时马六甲呢 其实开始衰落了 他的苏大呢 也是比较昏庸一点 叫苏大马莫沙 就莫大苏丹 好 和这个 这个宰相啊 他当了宰相 这个顿木太西 他做宰相之后呢 他本身呢 是偏邦 印度穆斯林 因为他本身就是印度穆斯林 他是有印度血统 所以导致呢 皇宫里面有两派人 就分身的马来人 就本来的马六甲的马来人 以及印尼的穆斯林 他们两个呢 开始在朝廷呢 就开始斗争 就争权夺利 互相骂来骂去 好 这时候呢 马来人代表呢 是这个海军统帅 叫做 科加哈山 他呢 就跟这个木太西呢 就爆发了争执 后来木太西呢 后来是被处死的 被那个当时的苏丹给处死了 后来就很乱 对了 整个马六甲呢 里面是风风雨雨 就是信封血雨 就里面自打自人 分成两派而内斗 OK 好 两年过后了 这时候呢 葡萄人呢 卷土重来 这座阿布鬼 他带领很多军队 几前面军队呢 他就已经攻下马六甲 已经在马六甲外面了 在港口外面 他就要求马六甲苏丹呢 就把两年前所抓的全部 葡萄人给放出来 可是苏丹拒绝 No 因为苏丹讲 我们不可以向你 我们不能向你屈服 我就不要放 阿布鬼呢 就很生气 就马上向葡萄人发动战争 然后他经过炮船全部轰炸 炸马六甲车 不不不不 好 马六甲的当时武器呢 并不弱的 可是呢 当时马六甲呢 他的军队 很多是库用兵 就讲他军队 不是本地人 很多是外面请来的 那种库用兵 来自爪哇 来自其他地方 所以他们呢 打到打了一下 开始一趴过 就开始退兵了 好 结果呢 再打了几个月后呢 马六甲车呢 然后葡萄人占领后呢 就把整个马六甲放火烧到完 全部皇宫 整个城市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建筑啊 那些清真寺啊 那些什么 那些皇宫的一些建筑 全部不要毁掉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是1511年 好 所以呢 接下来的年份 1511年 葡萄人攻打 占领马六甲 好 马六甲苏大呢 他并没有死在这个战争 啊哈 逃走 ok 这个时候啦 马六甲灭亡了吗 请问 灭亡马六甲灭亡了吗 没有过 灭亡 有没有灭亡 有没有 没有 ok 为什么 yes 很好哦 啊 很多人 很多一些人讲 1511年马六甲灭亡 其实马六甲没有灭亡 马六甲只是少一个城市罢了 就好像今天 如果 如果外星人啊 攻打马来西亚 没有外星人 外星人占领了基文波 有没有首都吗 请问 马来西亚有灭亡吗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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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马来西亚没有灭亡 因为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州 比如还有柔佛州 沙拉越 沙巴 冰城 啊 还有什么彭亨 几打州 一道就走了啊 啊 就只有一个基文波被占领了 所以呢 马来西亚人可以继续反抗 继续反抗外星人 继续抢一基文波 好 所以一样的道理哦 其实那一年呢 只是一个首都 就是马六甲是被占领 而苏丹跟他的那些大臣啊 全部往南撤啊 他们撤去这个地方 帕过 后来撤去这个冰蛋 他们呢 开始反攻啊 开始 大反攻啊 反攻 他们有几次呢 攻下去 好 可是呢 因为葡萄人他们的船呢 真的是很强啊 他们的大炮啊 啊 都很强 而马六甲呢 有的是一个叫做 就是像兵啊 就是像 大像兵啊 像兵啊 这个是马六甲的一个优势 可是像兵多强都好了 被大发一蹦 OK 这个大像兵就被炸死了 啊 所以啊 所以打到也 这个效果不好啊 所以双方打 他们反攻 反攻一直打打不下来 好 所以呢 一直到1528年 长达17年 好 17年这个苏丹没有放弃啊 他一直想要抢他的城市 啊 他的首都啊 组织很多反攻 可是呢 都被葡萄牙成功守住 守住那个马六甲 结果呢 他后来 反攻失败 后来他就 很伤心 就郁郁 郁郁寡欢啊 就很伤心 后来呢他就在苏门达拉那边 驾崩了 就过世了 在这个地方叫做干巴 这个 啊 就他在这边驾崩 好 驾崩了过后呢 他有两个孩子 啊 一个 就好三个孩子了 还有一个大儿子 这个二的 这个小的 好 大儿子呢 本来这个马六甲 马六甲被攻下的时候呢 他有把王位 创与他的大儿子 他希望他大儿子能够振作起来 因为他觉得他老了 而且呢 他觉得他自己有责任 导致马六甲被攻下来 他就退位给他的儿子 叫阿玛沙 好 可是阿玛沙呢 他没有什么作为 他不能反 不能把王家抢回来 结果马莫沙很生气 就把他儿子给猝死了 OK 他继续做王 继续做苏丹 继续反攻 结果到1528年呢 他就驾崩了 好 另外两个王子呢 一个叫做摩扎巴沙 摩扎 一个阿拉乌丁 阿拉乌丁二世 好 这两个王子呢 他们都放弃了马六甲苏丹 这个名号 一个做了霹丽州的苏丹 就见了霹丽州王国 一个去了柔佛 见了柔佛王国 他们就各自见了不同的王国 所以他们就不要再跟马六甲成长关系了 所以马六甲就在1528年才正式的灭亡 就灭亡这个国家了 所以在这17年呢 虽然马六甲呢 是他的城市被攻下来 可是呢 在这17年呢 他的苏丹 还是用着马六甲的苏丹的名号的 所以这17年的马六甲呢 他其实还算在了 一直在1528年呢 他苏丹过世了 过后呢 他的儿子呢 就用别的苏丹了 一个是霹雳苏丹 一个是罗佛苏丹 所以马六甲才正式的 离开了这个 这个历史的舞台 OK 所以这个马六甲的灭亡了